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使用智能科技的料理 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主廚高手喔 他不僅可以蹲高湯 煮粥或是乳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煮一個素食紅燒湯 我們今天準備的素食紅燒湯材料有 番茄四顆 蘿蔔一條 大豆蛋白素肉塊80克左右 三角油豆腐10顆 杏鮑菇2根 香菇5朵 乳包2包 木耳少許 老薑片50克 少許的麻辣醬 黑豆印油少許 今天我要用這個快速智能鍋來煮 加熱 首先我們先按這個Slow Cook鍵 倒入油少許 薑 然後再放入薑片 香菇 先炒香 炒香 炒香之後再放入大豆素肉塊 跟杏鮑菇一起炒香 炒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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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來我們放入我們準備好的番茄 稍微攪拌 這時候我們可以倒大概兩個tsp.的黑豆印油 接下來再把所有剩下的材料都倒入鍋中 我們再加水把它蓋過這些食材 稍微再攪拌一下 然後就可以蓋上鍋蓋烘煮囉 重新設定 我們按下sup煲湯的鍵 它顯現出來的是30分鐘烘煮的時間 在這個等待的時間我們就可以來準備我們的胡椒麵 我們準備一鍋水 煮開了之後放下義大利細麵 這個義大利細麵 只需要大概煮兩至三分鐘就可以熟了 煮好之後撈起 放在一旁 我們先來調這個醬料 材料很簡單 我們在鍋中放入少許的油 再加入黑胡椒 再加入醬油膏 拌炒一下 把我們剛才煮好的麵倒下 稍微拌勻 可以上面放幾根青菜 煎兩塊豆包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美味胡椒麵 我們要來開鍋囉 哇 您看看 紅燒湯已經煮好了 用這個快速智能鍋的好處 就是食材本身的美味 都不會流失 喜歡吃辣的人 加上麻辣醬 又有不同的風味哦 如果不想吃乾麵的話 就可以把剛才我們燙熟的 這個義大利細麵 加在紅燒湯裡面 就變成紅燒湯麵 也是非常的美味 喜歡我們的分享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謝謝您的觀賞